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 到内地发展的香港演员越来越多 还有青年在学生时代 就来内地接受表演科班教育 90后男孩洪俊佳就是其中一位 洪俊佳出生于香港 他的父母祖籍福建有浓重的乡土情怀 这让洪俊佳的童年 有了很多关于内地的回忆 因为每到逢年过节 我爸妈就会把我带回福建老家 泉州老家去过年 对我们祖国内地的印象 应该是很亲切吧 而且还有一点很有趣 我爸爸他是很传统的福建人 他在香港的时候 在家里是不允许我说广东话的 所以在家只能让我说闽南话 对吧 因为他说那你上学啊 你的朋友啊 同学你越语 自然就学会了 对吧 在家里一句越语都不允许说 不然就打屁股 25年前 年少的洪俊佳对于香港回归并没有概念 但是看到长辈流露出的自豪感 他也觉得回归让自己很安心 回归的当天呢 我们是所有的香港人的同胞就聚在电视机前面看 哎我就记得我在沙发上蹦 我父母亲家里都贴满了国旗 零点的时候准时这个英国的旗降下来 我们中国还有我们香港的旗旗升上来的时候 奏国歌那一刻 我首先我记得我跟我爸爸说 爸爸这个歌我会唱 我不知道他是国歌 但我知道我会唱 因为我爸爸从小会教我会听 2011年 洪俊佳选择了一条与身边同龄人不太一样的路 来北京读大学 他顺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当时与他同班的还有周东宇 鼓励纳扎等 现在回首 他觉得当时来北京上学是做过最对的决定 去到北京 我看到的是我们年轻人 尤其是文艺行业 一个更宽广的一个未来吧 那他这是为我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平台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嘛 在职业规划上 除了你自身的努力 时代给予的机遇 还有你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是非常重要的 那北京就是我心中一直寻找的那个 电影和艺术的一个平台 这是我觉得我在北京最大的收获以及改变 近年来 随着内地出台一系列支持香港演艺人员 北上发展的政策 内地与香港合拍的影视剧也在逐渐增多 参演过人世间破冰行动等多部剧目的 红俊佳开始走进观众视野 在他看来 香港影视业累积了大批专业人才 内地则市场大 投入资金多 两相结合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其实好演员并不缺 我们缺乏的是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 而国家和这样的政策正是给我们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 尤其是过去那几十年 很多先进的理念 技术 加上我们内地 中国大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观众群 还有资源 资金 所有所有结合在一起 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那对我们中国香港演员 或者乃至说台湾同胞也好 港澳同胞也好 等于说我们多了非常多的从业的机会 25年来 香港与内地交流频密 如今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 香港步入油质吉星的关键时期 洪俊佳说 很幸幸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国家和时代给予香港青年最好的机遇 那就像我们这个时代 年轻人 奋发向上 当然是需要的 但更多是国家 更多是整个时代给予的机遇 这么大的国家 大好河山任你行 那回归 从大家有点陌生 到彼此血脉相连 到最后融为一家人 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很好 我得到了很多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香港青年 也从这个时代 这一二十年里面 获得了很多很多 在南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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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涩